使用阿波罗远红外养生暖电 不只是寒流保暖 更重要的是一年四季都能使用 热腹背脊 充实能量 促进膀胱筋顺畅 安眠无烦恼 自然就减少感冒的机会 值得投资的阿波罗远红外养生暖电 回购率第一名 用过就离不开它 美麦同学会 电影法律系 由童文勋律师 麦嫂俱乐部共同主持 好 大家好 我是童文勋 我是麦嫂 我是路卡 我们今天来讲几个 其实时间有点久的这个片子 一样可以上网 大家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今天看的第一部的电影呢 是这个致命追气令 好 那个 这个电影其实 讲的就是还蛮有趣的这种 这个法律片 那所以它的 那时候有流行这样的法律片 它的剧名都非常的短 比如说 The Therme 那个或者是 Pelkin Brief 这个都是一些律师 直接下去写剧本 然后也变成畅销小说的这个 畅销作者这样子 然后 它的收入远比当律师还要高 那 这些专业的律师 所写出来的这个剧本呢 它要完全符合 主要是美国的法律的这个事实 然后剧情呢 又不能够太离奇 就是不合理 跟这个法律的条件 不能够这个match 那其实有很多事情 其实是 小说其实来自于经验 它其实剧情 其实不会脱离限制太远 尤其是法律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剧 那我觉得 这个也是让人家看了一次之后 就忘不掉的 其中一个这个 这个影片 那 主要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这个演员呢 竟然等于是有点像是 配角的角色 就是Tommy Lee Jones 那个变成是有点像配角的角色 那这个女主角呢 是Ashley 贾德是 她的英文是 Ashley Judd 对 J UDD OK J UDD 那 后来她 她也演了 类似这种 妈妈的这种角色 也演过 不同的 电影 夺命狂花 不是她演的 对不对 夺命狂花 嗯 那个是Susan Surrender吗 对 对 对 因为Ashley Judd 其实 她的成名史 应该算蛮曲折 她一开始出来 是乡村歌手 因为她的妈妈跟姐姐 跟她自己组成了一个乐团 非常的红哦 可是因为她就是太漂亮了 后来经纪人就说 你应该转为做电影明星 所以她很年轻就出道了 但是真正的让她大红大紫 就是这个Double Jeopardy 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这部片 致命追气令 因为她在里面那个角色 实在是太鲜明 太突出了 所以那时候 大家不仅看到她的美貌 还看到她那个很坚毅的个性 就觉得这个女明星一定会大红大纸 可惜呢 她那时候遇到一个片场大恶魔啦 哈维·威斯坦 就是MeToo运动的那个变态 所以她足足黑了20年 好可怜 因为我当年是她的大粉丝哦 可是那时候跟Luca提起来的时候 她就说 她不是被号称为 好莱坞地下情妇吗 我说 为什么会被人家这样子讲呢 原来就是这个哈维·威斯坦 在抹黑她 所以她后来就是 MeToo的第一枪 其中一个女明星 就是这个Ashley Judd 哦 难怪后来没有看到 有多少她的作品 但是这部电影 确实让人家印象非常的深刻 然后 我们待会可能会谈到 另外一个非常漂亮的 就是 这个是在80年代 风华绝代的这个纳坦丽华 我一直觉得 跟我一起在谈这个 派遣律师的这个 许信仪律师 跟纳坦丽华 长得像的 对真的很像 对 是不是真的很像 那纳坦丽华的这个死因未明 这个我们待会也可以提一下 那通常我们讲一个 刑事案件 尤其是有人死掉了 如果他有配偶 那警察的直觉就是说 先查配偶 所以 如果说有太太死了 通常都先查那个先生 反之亦然 然后 然后其实 上偶的人通常还要被这个刑事 这个盯住 然后把他们当作是嫌疑犯 其实是非常这个尴尬 也是痛苦的 那这个剧呢 就是 他就被认为说是 杀夫 的这个 这个 凶手 所以 不但被剥夺了对女儿的监护权 然后他还 锅当入狱 那当杀人罪判刑是判很重的嘛 那因为他表现很好 所以就被假释出狱 这个是大概这样的剧情 然后突然他发现说 他先生根本没死 而是 假死 死顿这样子 那 于是就展开他的这个疯狂的这个 报复的这个行为 但是 有趣的是 峰回路转 就是因为 依据美国的宪法 第五修正案的规定 同一个人 不可以为同一件事实 然后被重复的追溯 但我觉得这东西还是有一点点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 还是有一点点 问题的 可是 电影是这样演 因为所谓的同一件事情 不可以被重复 追溯是讲同一行为 那你曾经因为你没有犯过的罪 你没有杀死你的先生 而被判刑 不代表说你之后 把这个人杀了 你就可以无罪开示 只是说你可能因为前面的这个 犯罪是不存在的 所以应该是冤狱嘛 所以应该冤狱被赔偿 然后第二次 你真的去杀了这个 这个前夫 应该是怎样呢 要重新被判刑才对 只是说 那你之前因为说杀夫 所以被判刑 那你要是冤意赔偿 要吗 就是说 被判的刑期可以相抵啊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才会比较合理 如果发生在台湾 应该是这个情况 其实应该电影 电影应该也是要这样子演 不过后来 他其实就是正当防卫 把他前夫杀掉的 对 好 所以后来是正当防卫 可是他的剧名是 Double Jeopardy 然后就是禁止这个 重复起诉 就是一个人不能因为一个行为 被这个重复惩罚 包括刑事的惩罚 或是行政罚 这个都是禁止重复惩罚 好 那所以看这个剧情 我觉得大致是这样的剧情 我没有真的是剧透 他就是在讲这件事情 因为他的剧名就已经讲完了 他整个故事 那可是过程事实上是 还蛮 我觉得还蛮值得看的 包括他偷偷去看他女儿 好 那个过程实在蛮悲情的 那个 路卡看这个电影有什么感觉 其实那个 我真的是很久很久以前 看的 所以呢 我就是留下一个印象 就是说 真的非常的紧凑跟刺激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 我觉得Tommy Lee Jones 真的是 他的本业是警察吗 我觉得他那阵子演了很多戏 都是属于这种的 就是说 看起来表面上好像 对 检察官啊 检察官啊 追气的啦 假释官啊 大概都是这样的角色 对 就是说 看起来好像 呃就是很严肃的 那但是其实他有 那个一些能力是 他可以真的深入的去看说 这个到底事情的真相是怎么回事 就是有 我拥有火眼金睛的执法人员啦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的取向 那我我那个时候的印象也是觉得就是说 呃我感觉啦 就是说呃女人哦真的是弱势 就是如果我们要讲到说财产啊 然后讲到说这个法律啊 这些比较 比较硬的 这个层面哦 好像就是说女生就是很吃亏 就是他当他嫁给一个人的时候 他所有的东西就有一点算是 他已经失去主导权了 那以至于就是说如果他要为自己的呃权力来伸张的话 这个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哦 所以呃那一阵子其实还蛮流行像这样的 就是说女性呃她也可以强大 那她强大在哪里呢 强大在她的母性 然后为了这个母性呢 她可以去做任何的就是呃比如说是一个复仇也好啊 或者是说要争取她的生活方式也好 这样子的一个安排 我觉得在那一段时间其实蛮常见的 而且呢那个呃就是我觉得就是Ashley Judd 她真的也是一个就是在那一个时代 这样子形象的明星的崛起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整体的现象 那我稍微补充一下那个Ashley Judd 就是呃刚才麦嫂有提到 就是说她以前是乡村歌手出身 那其实呢她的妈妈跟姐姐哈 他们在乡村呃音乐的乐坛里头地位是非常高的 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去看Nephys最近呃上架的一个影集 叫做流行乐本色 那里面有一集讲到乡村音乐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Ashley Judd的姐姐跟妈妈哈 这个是一个补充 嘿嗯哼 好所以我们刚才其实有讲到这个纳坦丽华哈 因为纳坦丽华的死 她是在加州的海边 在游艇突然就是 我们那时候印象中有看到这样的新闻 就是她突然被溺毙了 但是她的因为她是一个银色夫妻党 她的先生是非常有名的演员 劳博伟纳 后来劳博伟纳好像也没有什么作品 就是从出世1981年到现在其实已经40年了 整整40年 但是呢最近警方又重启对于劳博伟纳的这个调查 那劳博伟纳现在年纪也非常高了 所以就看这个电影 我就想又想到这一个纳坦丽华这个事情 那当然因为时间这么久了 你说要靠着这个蛛丝马迹 那个政务都已经无从去调查起了 要重新再对劳博伟纳到底有没有涉案来做调查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麦嫂这里面看到一个新闻 是加拿大的一个杀妻案嘛 对不对 可是他把它扮演成好像是这个 盗匪进入这个住家 然后杀死了他的太太 然后非常的悲情 然后也引起这个附近居民对他的同情 结果后来没有想到剧情这个直转直下 他其实是杀妻的凶手 也很快被逮捕了 我觉得这一阵子 可能就是因为时间比较多一点 所以大家都会去关注Netflix的这些真实刑案纪录片 看了真的好多感触 其实那时候的办案技术比较落伍 例如说像是DNA的比对 指纹的比对 都没办法用电脑去搜寻 几乎都是靠人证 可是人证大家知道 其实在诉讼法上面是最烂最烂的证据 跟证明力 所以你看刚刚讲那个劳博伟纳的事件 最后关键证词就是那个船长嘛 船长已经在纳塔利华死了这么久之后 在2011年才翻供 他说他当年没说真话 然后说要重启调查 现在也不知道真相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啊 所以我们再回来看这部电影就会有很多感触 你要看看这个女人关出来之后 他真的没有人愿意帮他诶 然后他也懒得讲了 他觉得每个人就是不想要帮我找真相 我就靠自己吧 所以他就用了很多小聪明 我觉得这些手段超厉害的哦 你看他这个前夫多狡猾 因为美国呢地大物博 他不是像台湾有非常确实的民政制度 所以他可以换了一个名字 在别的州就可以重启炉灶耶 所以他一路换了三个名字搬到三个州 然后还到处在杀掉一些挡他路的人耶 都没有被神志于法哦 最后这个女主角只好借由说 要去买车啦 然后去调查那个涉嫌 把他孩子带走了那个他的好朋友 他之前任职的学校啊 然后好像像个小偷一样 半夜跑进去偷人事资料 全部都要靠自己耶 你男人去了哪里 好在最后看到Tommy Lee Jones 秉持着这个演员 原先他是就读于那个哈佛法律系 很优秀 所以他在那个电影 从夜生涯里面扮演 非常多执法人员的角色 然后就跳进来 帮这个女主角主持公道 最后那个逆转胜 那个大快人心的15分钟 真的我觉得可以在影史上 列为奇弹了 实在太优秀了 那个剧本真的写得非常好 那有一个非常恐怖的这个过程 就是女主角被关到这个棺材里面去嘛 好他前夫要要要反过来要杀了他这样子 所以这个过程也觉得哇超级恐怖的 竟然这个坟场也可以这样被利用 好那所以我们另外一个电影 跟这个也是相关的 追情杀手 追情杀手 这部电影我没有看过 当年其实也引起蛮多的讨论 就是这个珍妮佛罗培兹 他个人算是我蛮佩服的一个 很敬业的拉丁裔的演艺人员 因为他就是唱歌跟演戏都非常的优秀嘛 那因为他的成长过程也算是辛苦的 他是波多黎各异的混血 然后住在好像是法拉圣嘛 所以他在从小到大就是励志要从业的时候呢 大家都只把他定位成艳星 可是呢他先从歌手出来 最后他进入到演戏 就是演那个墨西哥的传曲女歌手 Serena的故事 成功了之后呢就有导演呢 塑造了一个角色叫他来扮演这个追情杀手里面的苦情太太 然后呢他就非常有意见的说 这个太太呢 绝对不要用一些旁门左道的方式来解决前夫 他一定要把自己训练成肌肉女 正面对决 直接把前夫打死 那个才叫大快人心 所以最后他把自己练成肌肉女 是他跟导演争取来的 本来没有那一段情节 本来他就会有点像是刚前面讲的那部片就是用枪杀的 他说他不要他就是要用 拳拳到肉的方式用搏斗的 所以他就很认真的去学 那个足足七个多月的格斗 把自己练得非常的fit 所以当年的这部电影也带动了一阵子风潮 就是大家去学格斗 因为其实80年代的时候 大家都是顶多跳跳游洋舞啊 学真方打 不会去打架的 所以后来这部电影出来之后 Body Combat啊 什么Capriera有没有 就是巴西柔术 就开始非常的红 所以珍妮佛罗培兹 其实算是一个女性的象征哦 她在这段时间确实拍了很多电影 但是珍妮佛罗培兹自己的这个感情生活 也是一直就是 坎坷 坎坷 也不会坎坷 因为他喜欢的男生 不管是在餐厅端盘子的 他都帮他创业嘛 然后通常都是他在经济方 他是主要的这个支持者 那也过着他喜欢的日子 然后当时喜欢的这个对象 也蛮这个率性的 那最近有一个 这个手游的游戏 手机的游戏 就是你攻击我的村庄 就是这个 那个珍妮佛罗培兹代言的嘛 也蛮有趣的 好 那所以这个电影 我们就衍生一个法律的问题 就是家暴的这个问题 那家暴的问题 我知道麦嫂特别有感觉 因为就是促成这个起草 防暴三法的这个委员 就是前监委高凤谦 这个前不久才去世嘛 那要不要说说看 你对于这个防暴三法的 这个分析给大家知道 认识一下防暴三法 好 那因为其实防暴三法 当年在催生的时候 高凤谦那时候时任法官 他是非常的尽责的 但是呢 那个时候有蛮多舆论 也给他很大的压力 但是很庆幸的是 在这个推动过程当中 高凤先非常的弃而不舍 尤其是到最后要三读的阶段 我已经进到立法院里面实习了 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触 就是一个非常坚毅的女性 然后他是不畏艰难的 管理媒体怎么样的诋毁他啦 或者说立法委员怎么样的不屑他 他会一一登门拜访 所以我见过他非常的多次 那就是算是年轻早逝啦 才66岁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也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启发 就是说如果今天女性 在生活当中 已经有遇到这样的不顺遂 尤其是到已经到近代了嘛 拜托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协助 像这个电影里面 当然是演的比较夸张一点 你看这个女主角 珍妮佛罗佩兹 她只好不停地讨 讨到最后自己把 自己练成一个肌肉女 然后设陷阱 请君入望把前夫杀掉 一定要这么决裂吗 所以我们这个 电影法律是非常重要的是说 当然因为法律 其实是最后的底线嘛 一定是事实走在前面 法律在想办来不动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 你不积极地寻求帮助 你还可以怎么样的自保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个节目 可贵的地方 那当然最后女主角呢 很顺利的把前夫杀了 可是我觉得她后面 面临到一些心理压力 还有对孩子的教育 是不是也有非常多的课题 她需要去克服她 我们举一个真实的例子 就是那个 沙利赛隆 大家知道她是一个 非常成功的女演员 可是她当年14岁的时候 亲眼目睹 在南非居住的时候 妈妈杀掉爸爸 因为她爸爸会家暴啊 甚至于还已经打算要同归于尽了 妈妈就 赛隆也演过这一类的家暴的案件 对叫暗处 对然后她那时候的印象超深刻 其实她后来就离开妈妈 然后就很早就辍学了 就去当模特 她就离开家园 对孩子的创伤太严重了 所以以暴自暴是对的吗 我并不认为 我觉得那是最后手段 才需要以暴自暴 好 所以我们还是回来讲 这个防暴三法 防暴三法 第一个就是家庭暴力的防治法 然后再来是性骚扰 再来是性侵害的防治法 那这个防暴三法的推动 包括现在其实我们介绍过的 就是跟骚法已经通过了 那所以不只是直接有这个暴力 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倾向 或是跟踪或是骚扰 其实都可以有法律的 寻求法律的协助 但我们也说过 就是说有一些人呢 他真的是有精神的疾病 那你非常的小心 你也这个赶快 不要跟这样的人联络 可是没有防止 没有办法预防 防止就是说他拦路 然后可能裸人 然后杀害 其实之前也有在淡水 发生过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个富少 那他喜欢一个女生 这个女生根本没有跟他交往过 但是他拒绝他的追求 他就份额报复 就是在路上拦截他 然后裸人之后 然后就活生就这样把他杀死了 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只是说 法律可以 有这样的法条就可以保障你 这是不要期待的 所以还是得回来说 七二一原则 七分自助 然后两分要互助 就是说通常 那个你七分自助 就是你尽量小心 你自己的这个 整个生活的动线 不要就是固定 从什么时间 什么地方经过 这个必须要 在被骚扰的时候 自己心里要有素 然后可能家人要 多关心跟陪伴 关注他的这个行踪 再来就是两分要互助 就是附近的街坊邻居 然后亲朋好友 必须要互助 然后最后一分 才有办法寻求公助 因为警察到场的时候 通常都已经这个 无力回天了 好 所以讲到这个相关的法律 其实应该可以知道 要寻求什么样的帮助 不只是警察 事实上有这样的 社服的单位 也都可以寻求协助 好 那这个 Luca 我们讲了这么多 你都还没有发声 你说对这部电影吗 对 对 其实我觉得 他的那个路线 其实跟我们前一部的 这个Double Jeopardy 是差不多的 他的基调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会觉得 就是说 这个女生他碰到的是一个现实的 比较现实的状况 我不是说他后面的那个大逆转 而是说 我觉得他很早就认知到 就是他的丈夫 是一个有钱有势的人 而且他在这个警察 有内部的管道 所以 我觉得他做的是一个 非常的极端的 他要排除所有的这个 法律上面的一些自救的方法 那而且那个他第一个碰到的那个律师也跟他讲 他就说你已经失去求救的机会了 两次的机会你都把他放过 那我觉得当然我们可以说是他已经事先的预想到就是他就是他可能求救也没有用好寻求这个执法单位的帮忙也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他就用了一个另外的方法完全是台面下的做法来做好所以我会觉得说他这一点是还还蛮就是说他是蛮现实的 就是当你碰到一个各方面都比你强很多的对手的时候你该怎么做那但是我会觉得就说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家暴的这个议题 其实这个议题就是说一直有在翻新 那包括说那个前一阵子有上一个隐形人的这个电影 他其实也是在讲就是说利用那个就是远距的智慧家庭的系统 然后来作为这个精神虐待的一个工具 那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在现在这个社会的不断在进步 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关于虐待的手法跟定义也一直在翻新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实时的去注意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演变的一个状况 好那我们歪楼一下好了 关于这样的一个防暴三法 其实我们通常就是说有禁制令 不可以接近这个禁制令的这个对象几公尺之内 那通常都想要杀人的这种暴力的分子的暴力形象的这些 不管是男生或是女生女性 那这样的一个禁制令是没有效的 所以土法不足以自行 那如果真的有人比如说雇凶杀人 那执行到了 我们歪一下楼好 我们讲这个广场 最近这个馆长被枪击这个事件呢 其实是重判 总共判了几年了 哇我没有加总 我只看到那个守谋判了18年半 我真的傻眼 而且他是用组织犯罪条例去加重的 我知道但是18年半 而且是未岁 最近看起来这样子判刑是非常的不寻常 因为甚至有这种杀人已税的寄税案件都没有判这么重 对啊 没有判这么重 第二个我记得我们从媒体看到的这个情况是 他是对着他的腿部枪击 他并没有杀人的决议 这种感觉也是比较觉得没有杀人的决议 而且他连重伤都不是啊 大家知道重伤在刑法第十条定义不是这样 他只有打到肌肉耶 怎么会这样呢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上诉之后也许会有不同的这个翻转 但是就是雇凶杀人或是要给他一个教训 我们最近很少看到判这么重的 这个让我想到之前有一个议员 陈静琦 对 被枪杀那个事件 最后我觉得应该要去查一下最后这个判刑到底判多少啊 好像没有判到像这么重的 这个比例的这个关系好像不太恰当 陈静琦那个案件其实我记得好像祖贤 买凶杀人那个只有判七年还是八年 现在已经出来了 啪啪燥了 对啊 对啊我觉得真的超诡异的 尤其是那个 我跟卢卡之前在我们的频道讲那个AVD王 里面就讲到杨霜武嘛 杨霜武其实也是很早就关出来了呢 现在已经活到七十岁了 是过得好好的耶 而且那个是真的是大尾的耶 他还跑去日本杀人耶 死在他枪下的应该至少超过六个人有哦 人家也没判到多重啊 好我们来看这个陈静琦枪几案哦 那个祖贤叫做陈朝勤 他们本来就是兄弟嘛 对他们是朋友 是朋友很好的朋友啊 他被判刑十五年 这是在一审的时候 判刑十五年 二审之后不会太更重啦 嗯对 这是杀人耶 祖贤耶 所以馆长这个案子 我觉得嗯 这个我们有点歪太 歪太远了哈 因为其实 对因为其实大家要了解说 那个量刑哦 司法界一直在做检讨 但是呢 我觉得就变成很多上下其手的空间啦 因为大家知道馆长是知名人物嘛 然后这个事件呢 也运用了非常多的司法资源 尤其是他又找了黄国昌 又超级会炒作舆论的哈 尤其是他们还一直说 为什么今天这个律师会愿意用电话就可以受到委任 然后就到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讲到那样子一直扯到辩护 我真的是非常不舒服 我说再怎么样杀人放火都是强制辩护的 你不要讲到这个上面去可以吗 我们现在光是在讲这个个案本身 他这个手段的恶性 犯后的态度 这很多种量刑基准的 就你判到这么高 没有我们就尊重你法院的判决嘛 但是我觉得也是给大家一个警惕啦 第一点 很多人为了要博眼球 我没有讲特定的人 我知道很多人都想要博眼球 你会做出种种的行为 去引发社会上的一些犯罪基因的浮动 各自是不是要负一点责任 你不要去讲一些过激的言论 然后去引发一些 本来心里就有一些障碍跟问题的人 事迹要去伤害你嘛 那我觉得某某人就是有这种挑衅的态度 他一路都是这个样子啊 尤其是我们今天在录音的时候 昨天有宣布了违解封 相关的基准 那我有很多业界的朋友 就跟我抗议说 根本就看不下啊 我说你又要罵啦 马上陈吉思和馆长就骂了啦 果然今天已经骂一串串了 对啊就是这样子啊 顾凶杀人是当然是不对 这是重大刑案啦 但是我们今天顺道提一下就是 如果跟陈敬奇这个 过去这个案子相比的话 这个良刑确实是会让人家觉得 好像不是很相当好 是不是因为馆长比较有名 其实陈敬奇当时是议员啊 他也够有名啊 对不对 所以良刑这个事情是我们对于司法的 这个信赖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 法院还是要多多斟酌啦 司法院其实对这种问题 应该开阔无数次的会议 也做出了很多的良刑标准 给法官参考嘛 那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就是 对于这个案件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所有的判决书 跟调查证据的内容 我们就这样隔空抓药 不过感觉上看起来这个 刑度是判的蛮重的 但他不是最后的确定判决 提给大家只是参考 然后可以思考一下 所以如果被家暴到一个程度 像这种电影里面 这个被迫害这些女性呢 到最后反扑 那往往也是比较能够得到同情啦 他不过一切想要 这个用自己的这个武力来报复的时候 其实他也要知道 他将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法律追溯 他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 让他的女儿跟自己的余生 因为在美国很多州是没有死刑的 即使有死刑的州也都很多年没有执行了 所以他希望能够用他自己的实力 来换取女儿的自由跟自己的自由 那那是相当不得已 不得已的选择 那也要知道法律到最后 愿意面对法律的这个追究 我觉得这个也就是人生的抉择吧 好 那有没有还要补充呢 OK就这样子 然后我们希望说我们下一次可以跟同律师一起讨论 AV帝王 因为刚刚我们已经有稍微揣摩了一下 说其实这个影集里面可以探讨哪一些议题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尤其现在疫情 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说 有三个人年轻人骑着摩托车戴着口罩 去西边玩水 然后警察竟然叫他们这个上案之外 还这个叫他们蹲在地上 就像重刑犯一样 然后说要移送卫生局裁处 那也不过就是行政法 我觉得又有点搞得有点神经质了 那三个人有戴口罩又没有违反群聚的这个规定 为什么不可以去河边 不可以去西边 不可以去海边 这太奇怪了 这个我们在讲到AV的这个问题 性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性自主 有没有一定的自由 还是说警察就可以直接 随时要领检就来领检这样子 好我们下一集来谈这个AV的问题好了 AV帝王 好我们来强调一下我们节目没有偶包 我们基本上就是开诚复工的包 我们觉得很奇怪点 拿来跟大家讨论了 尤其是我跟卢卡又菲利普 我们在自己的频道已经 好像彻头彻尾讲了快一个小时吧 对不对卢卡 回溯一下 我们那时候讲了哪些重点 讲很多 到处都是点 要讲哪一个 三点全漏 但是Netflix Netflix我觉得你要鼓吹一下大家来看 就算是18进的 我觉得也蛮多值得看的点 卢卡可以提一下最近有哪一些 还不错的剧 其实大家都可以拿来讨论的 目前大家最喜欢讨论的 就是说在Netflix的排行榜上面 然后前十米里头 大概有很多都是跟情色有关的 都是大尺度的 我觉得大尺度这件事情 当然是反映了Netflix它的平台特质 就是你通常都是一个人观赏的 然后这个当然就是会选择比较大尺度 不过这个也是反映出一个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在讲那个AV帝王的时候 这样子的东西到底有没有可能是由日本人自己做出来 在日本的平台上面放送的 还是说他还是必须仰靠Netflix这样子的一个国际化的环境 他才有办法成功的把它打造出来呢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问题 好 那我们就下一集来谈这个主题 我们下一集见 下集见 拜拜 拜拜 喝纯净咖啡 听最真诚的声音 口感香 把人生的甘甜 酸苦 完美搭配 跟人生和解 跟自己和解 纯净咖啡 让心灵纯净 支持wee.tw 喝好咖啡 请至官网搜寻或来电02-8791-9010 由专人为您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